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林宗益 我在恒春生活了将近15年 当初来恒春的契机是因为我喜欢这边海洋 所以我因为海洋来到了恒春 完了冲了三年之后我发现 恒春需要更多元的运动文化在这里发展 于是我用了铁人山巷的方式 希望能在恒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文化 但有一天突然有台北的朋友打电话来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越远赛道 他就发现原来是Estera想要在墾丁 他们最后选择在墾丁办这场赛事 他们在选择墾丁之前 其实也有敞开很多台湾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们发现 唯有墾丁是游完海之后 马上就有越远领导可以骑 跟接着越远领导可以跑 是这么近 我是非常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终于可以把恒春真正美丽的地方 给这些运动爱好者 我一直觉得运动是一个 跟世界结果有很好的方式 在这越远山巷 Estera还没进来台湾以前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骑登山车 因为登山车人口在恒春很少 非常少数 现在赛道都是我以前我自己 以前就觉得想骑车嘛 反正想骑越远车要自己去骑 然后最美丽的地方 我觉得是门马罗山 我觉得它整个大草原这样 林高往下看的整个村庄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开阔 非常壮观 也许台湾不大 或也许我们那座山不是很高 但是你是自己用你的方式 骑乘上去 你会发现我们学会尊重这个世界 尊重这个环境 因为你的每一个骑乘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 长时间的训练 长时间的努力 那获程过程当中你就很辛苦 但也因为这样子你会发现 你有多少的那种力量 你曾经没有去释放出来 当你完成之后你会发现 原来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如果没有因为Esthera的话 或许你是永远看不到的 来自豚春 恭喜你春